陈芳 你已经离开我一百天了 一百天 我每天晚上都会梦到你 我好累 真的好累 不过我 你说这些应该算在谁的头上 先生 江总不在办公室 不在办公室 什么时候回来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他有可能直接回家 就不来办公室了 我在这等他一会儿 到下班时间 我去家里等他 对吗 这不太合适吧 江总还不知道 什么时候回来呢 要不您先回去 等他来了 我再联系您好吗 您怎么来了 江总不在 江总真的不在办公室 等他回来了 我再联系您好吗 让开 我再联系您去打 什么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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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知道 什么情况 别动 这怎么办呢 好 江总 人来公司了 没拦住 直接进办公室了 听着好像又摔又砸的 好了 我知道了 那 这女儿跟你 跟你江总有什么关系 你 你拦都拦 里面的东西谁也不许碰 等着江总统回来 好 这是男人去蹭蹭吗 怎么是怎么回事啊 怎么回事啊 这儿呢 哈喽 几天不见怎么换了负面孔 没心情大力 你怎么在这儿 找我换债了 刚才我也在楼里 看见你干得漂亮的事 能不能兜不实点 你跟江总统 到底什么关系 你到底是怎么认识他的 他一个整天上财富杂志的大人物 怎么能不认识 想巴结他呀 你说他这种人是仇家多呢 还是跑运多 算了吧 我跟他有什么关系 我也没兴趣 我跟那人渣也没关系 你蒙谁呢 没关系 你有他家钥匙 没关系 你知道他家酒窖在哪 没关系 你跑到他家大道平空 没被抓起来 他是不是背叛你了 你想什么呢你 我就知道他伤害你了 不然你不会这样 不然你不会这样